前两天,J20峰会在印度尼西亚比目,在这次J20峰会上作为东道主的印度尼西亚呢,拿出了自己的新名片,那就是刚刚建成通车的亚万高铁。 印度尼西亚骄傲地向世界宣称,这是东南亚第一条高速铁路,这条铁路的建成呢,也预示着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将插上腾飞的翅膀。 当然,此前的节目我们跟大家聊过,我们中国人也是予有容焉的,因为这条铁路是我们中国帮助印度尼西亚建成的。 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就有一句俗话,叫要想赴,先修路。 是的,对于现代化经济而言,没有什么比物流业更重要的了。 田间地头里,你生产出来大量新鲜的农产品,畜牧产品,可是如果运不出去,你根本就卖不上钱啊。 现代经济讲究的就是交换,就是交流,就是各自发挥比较优势,把你的商品能卖到全世界去,你就能够经济腾飞。 所以很显然,现代化经济固然要闷头搞发展,要生产出最好的产品来,但更关键的是,你得有高速发达的物流业啊。 你生产出来的好产品,你得运得出去,而且运费够便宜,你才能卖往全世界啊。 所以,以往在比较各国经济不同点的时候,我们经常讲,比如说我国和印度,印度固然有着比我国低得多的劳动力成本, 所以好像印度是拥有人口优势,人口红利的,但是交通物流业也很重要啊。 你生产出来的商品要迅速而便宜的运往全球,你才拥有比较优势。 所以很显然,以印度尼西亚为例的众多东南亚国家也看到了修高铁的重要性。 高速铁路可以把本国重要城市连接起来,也可以助力本国经济迅猛发展。 所以很显然,印度尼西亚高铁的修建成功之后,会有越来越多的第三世界国家想找我国修高铁的。 尤其是那些在修建铁路这个问题上吃过苦头的国家。 也就在11月份啊,越南国家领导人来华访问,中越双方达成了一个协议。 什么呢?越南会尽快的把他的国内铁路和我国接轨。 而且未来我们真的有可能也帮助越南修建高速铁路。 历史上越南这个国家被法国殖民多年,当年法国殖民者呢,在越南修建了很多铁路。 只不过法国铁路相对而言啊,它的轨道比较窄,大概只有一米,所以被称为米轨。 而我国后来帮助越南修建的若干铁路呢,是1.435米的标准轨。 长久以来在越南国内,这两种铁路都是并存的。 所以在越南开火车这可麻烦了。 经常性的每隔一段时间你就得换火车头,要不然你这个轨道是不行的。 越南这般现状说实话,让我们想起了军阀混战的时候,山西也是窄轨出名。 而且山西的军阀就是不愿意把窄轨换成标准轨。 为什么? 因为山西境内的轨道窄,这可以有效的防止别的军阀进攻山西。 轨道不相同嘛,你就无法通过铁路大量运兵。 其实多少年来越南不换轨也是有这两方面考虑的。 一方面毕竟国力不是那么强盛,要把法国殖民时代留下来的窄轨通通换掉,这是要花很多钱的。 另一方面,中越关系在过往几十年的分分合合,也使得越南人心有忌惮。 咱们这么讲吧,当年热情帮助他的是我们,后来这个白眼狼做出什么事情我们也都非常清楚。 所以当中国经济强大之后,越南人是有担心的。 他担心富强以后的我们会对他更严厉的打击,所以越南是断不赶和中国铁路接轨的。 然而,过往十几二十年间,越南经济成长得也非常迅速。 越南人渐渐意识到了交通物流业上的平静,将使得越南很难赢得真正的经济腾飞。 尤其是越南更要深入思考和中国的关系。 其实,越南不是没想过在本国修建高速铁路。 早在2006年,越南就和日本达成协议,由日本帮助越南修建高速铁路。 上世纪六十年代东京奥运会之时,日本就修建了全球第一条高铁新干线。 技术上是非常成熟的。 这么多年以来,日本也特别希望把新干线的技术推广到全球,高铁出国。 然而,推广的历程确实有点拉垮。 以前我们就经常讲嘛,五六年之前,当印度希望修建一条高铁之时, 中日两国都去投标。 最后,印度选择了日本。 因为日本跟印度说,我可以给你长达50年的低息贷款。 低到什么状态? 年利率0.1%。 这简直是白送啊。 日本盯住的是庞大的印度国内市场。 所以,第一条高铁,就当白送给你练练手也行。 然而,五六年过去了。 当年预计的建成通车时间早就过了。 可是,日本给印度修建的高铁,还是连个影都没有。 各种原因当然都有。 既有印度的原因,也有日本的原因。 但结局只有一个,那就是印度到今天还没有高铁。 越南也是这样啊。 2006年的时候,越南就在规划由日本帮它修建铁路。 到了2011年,越南要修建高铁,日本也参与投标。 然而,十几年间,一切都只停留在纸面上。 倒是工程造价在不断地增长。 没办法,通货膨胀的原因嘛。 十几年间,预算是越来越高了。 可是,铁路的影呢,根本见都见不到。 所以看样子,修高铁这个事儿上, 日本不单坑了印度,同样坑了越南。 而就在今年,中老铁路通车,是的,我国和老挝之间的高铁修好了。 未来,中国和泰国之间的高铁,中国和缅甸之间的高铁,都相继提上了日程。 包括,我们给印度尼西亚修建的高铁, 我们未来有可能和马来西亚,新加坡连接的高铁, 整个泛亚洲高铁都在规划之中。 所以,越南人也着急啊。 尤其是,咱们看看越南这个地图啊,典型的南北狭长的国土。 所以,实际上越南这个国土啊,一整条贯穿南北的高铁是再合适不过了。 这条高铁如果建成越南经济就是一条腾飞的巨龙了。 所以,越南人确实非常着急。 近些年来,越南经济成长非常迅速。 尤其是过往三年间,有大量的中国企业到越南设厂, 把生产线迁到越南。 以往我们经常说我们是纺织大国, 全世界的衬衫、服装、靴鞋都是我国生产的。 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纺织品订单转到越南了。 这非常容易理解,因为任何国家都要产业升级。 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们的人均GDP和人均收入 有了长足的增长。 今天我们的人均GDP大概是印度的五倍以上, 越南的三到四倍,也就是说纯算人力成本, 我们在印度越南面前确实是没有优势。 但是反过来讲,我们发展经济的目的不就是让老百姓要多赚一点钱吗? 不就是要让我们摆脱繁重的体力劳动吗? 所以未来的趋势就是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确实会从我国转移到印度, 转移到东南亚各国。 而产业升级之后的我们可以在别的领域大展拳脚, 赚更多的钱。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 我们跟越南它不是竞争对手, 而是互补的关系。 以往的节目我们就讲过, 像中国这样的庞大经济体在迅速崛起之后呢, 周边国家和我国的关系会发生深刻的改变。 比如说日韩两国以往在我们的产业链上游, 过往几十年我们的市场上充斥着日韩的商品, 那个时候我们和日韩是没有竞争的, 我们绝对是互补的关系, 他们提供商品, 我们提供庞大的市场。 然而当我国经济强势崛起之后, 大家发现没有, 今年以来日韩两国都出现了史无前例的贸易逆差, 尤其是日本, 逆差已经长达一年多了, 这固然有美元升值全球能源危机的原因, 但也有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我国经济强势崛起之后, 我们和日韩已经从互补变成竞争了, 我们不单把整个中国市场抢回来了, 未来我们还要到国际市场上和日韩商品做竞争的。 就像当年韩国汽车在北美市场要和制优价廉的日本车做竞争一样, 今天我们在汽车出口上已经超越韩国了, 我们在家电领域, 手机领域, 电脑领域, 甚至造船领域都要和韩国竞争, 包括我们在高铁领域还要和日本竞争, 这是因为我们在不断产业升级, 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上游吃掉, 但是反过来讲, 当我们产业不断升级, 收入不断增高, 劳动力价值不断提升之后, 我们和印度, 我们和越南这些国家的关系, 就慢慢从当年的竞争转化为互补了, 我们已经没有必要说, 要压低工人工资, 降低生产成本, 生产出更便宜的纺织品, 然后和越南制造的衬衫在国际上竞争了, 这个没有意义啊, 这样的激烈竞争, 它并不能让我们的老百姓赚到更多的钱, 所以我们看到, 未来的整个趋势就是欧美各国下订单, 而中国企业投资建厂, 雇佣大量的越南人印度人在他们的国家, 给全世界生产纺织品, 从这个意义上讲, 未来我国经济和越南和印度, 是有很强的互补性的, 我们自不必担心, 很多低端产业被这些国家抢走, 说实话, 当我们老百姓收入不断增高之后, 让你去干这个活, 也没有多少人会去干, 反过来讲, 对于印度和越南而言, 我们慢慢成了他们的产业上游, 所以要和中国搞好关系, 要获得大量来自中国的投资, 才有可能是本国经济发展的更为迅速, 尤其是对于越南而言, 他眼睁睁地看着他的东南亚邻国们, 这些年来和中国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和中国的经贸往来越来越频繁, 尤其是当很多国家铁路和中国接轨之后, 陆路运输那比海运要方便便宜得多, 所以越南也颇有点坐不住了, 这次越南主动提出要尽快和中国铁路接轨, 甚至未来不排除希望中国企业帮助越南修建高铁, 如果整个泛亚高铁网建成的话, 那么当然不管中国还是东南亚国家, 都会因为交通物流业的发达, 而经济再上台阶, 当中越两国正在积极商讨未来泛亚铁路修建的时候, 这个世界的另一端, 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还在发生激烈的战争, 战争使得整个欧洲都在不断的失血, 也使得世界经济前景被笼罩上悲观的色彩, 俄乌之间几十年前那可是兄弟一般的国家, 然而经历了外人的挑唆之后, 再加上彼此的不冷静, 最终手足相残, 今天不管俄罗斯的经济还是乌克兰的经济, 都因为战争而千疮百孔, 不知道未来要多少年才能重新恢复, 这样的前车之间, 我觉得尤其应当让很多像越南这样的国家好好体会反思一下, 是做别人的棋子好, 还是做自己的主人好, 所以我想这也是为什么, 在俄乌开战八个月之后, 越南要主动和我们把铁路接起来的原因吧, 照理拍案,本回书着落在此, 欲知大千世界尚有何等惊奇, 自然是且听下回分解。